土豆丝这个做法好吃又简单,特别适合夏天 大家好,我是刘亦 今天跟大家分享呛拌土豆丝的家常做法 清脆爽口,酸辣开胃,下酒又下饭 饭店做的为什么那么好吃,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让你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简单又结地气,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大土豆一个,削去外皮,清洗干净 接下来改刀,在土豆里面切上三刀,这样给土豆有个平面 再扣过来切片,这个可以反复几次 这样土豆在切的时候就不会打滚,不容易伤到手 改刀切成厚薄均匀的片,不要太薄,也别太厚 只要均匀的厚度就可以,因为在汆烫过程中它会受的更均匀 口感吃着才爽脆 饼刀切成厚厚,封住盆中,用清水清洗两遍,去除多余的淀粉 这样的土豆丝做出来口感才爽脆 这也是枪拌土豆丝很关键的一步 因为土豆中变粉寒得太重,不清洗干净,吃着黏糊糊的容易发软 接着切点配料 红椒适量切成丝 青椒适量也是切成丝,主要是搭配颜色 当然喜欢吃辣的可以放入小米辣丝 切好放入盆中 再准备少许的香菜切成段,增加香味 大蒜两颗先拍破,然后再剁成蒜泥 稍微剁细一点 这样在拌制的时候更容易出香味 剁好放入盆中 食材准备好后,现在开始起锅烧水汆烫骨头丝 水开后,下入少许的食盐增加底味 接着倒入清干水分的土豆丝 用扫煮推动,让其受热均匀 这样做出的凉拌土豆丝好吃 穿上的时间切就不要太长 开水下锅,再次开锅后 煮至30秒钟即可捞出 要不然口感吃多就不脆 倒出后倒入提前准备好的凉买开装过下凉水 凉透后倒出控干水分 面起锅放入少许的葱油慢慢的加热 调味盆中放入适量的盐 半少的鸡精味精 少许的白糖糊味提鲜 生抽酱油适量提味提鲜 盛出适量增加酸香的放味 香油少许增加香味 然后把盆子稍微晃动几下 这样让调料慢慢融化 味道更均匀 接着把控干水分的土豆丝倒入盆中 再倒入青椒丝和蒜末 接着准备呛拌土豆丝味道的灵魂 适量的干辣椒和少许的红花椒 油温烧至6层热 浇入花椒辣椒中激发出香味 然后倒入盆中 用筷子先翻拌均匀 因为土豆丝不容易入味 拌匀后再倒入香菜段 稍微翻拌即可 因为香菜主要是搭配颜色和香味 拌得太久颜色又不好看 而且香味还不浓郁 看一下就是这样的效果 非常适合下电吃 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 爽口开胃的呛拌土豆丝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刘浴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场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论转发收场 请不吝点赞评论转发收场